佩洛西的飛機爆炸的視頻 跟LH8中冷頭 哇啦! 8九 我剛才的劍氣離你頭 只剩下1厘米的地方飛過去 沒有真的喊到你 好我們今天很開心邀請到 之前常上我節目的 四川李先生的小粉紅啊 他最後一次上我節目是 今年的6月4號 天安門33週年紀念日那天 他跟我上直播 今天他又要來跟我討論一些 中國軍員啊 跟佩洛西啊 還有台灣已經被解放這種觀點啊 我們聽他 今天想要來分享些什麼 來請說吧李先生 八九你這個高台獨粉絲 我XXX 媽的媽的媽的 神世界已經發展到真的底部了 你怎麼還敢在這裡 給民進黨幫你一宿 你割韭菜 佩洛西加 降落台灣 我聽到 偉大的黨說要打台灣 非但是台灣 我告訴你 其實佩洛西已經被逮捕了 加上已交罪高人民法院審判 台灣過幾天就準備被正式統一 蔡英文已經投降了 我今天就會有投降一死 明天啊 只是為了隔你們最後的酒 但他們已經準備飛美國了 所以 我聽到這裡我太感動了 我太感動了 你知道吧 我太感動了 那 裴洛西降落台灣的那一天 你有什麼想法 我 我非常生氣 因為你們太八族 又不聽我們偉大諸共的權告 又要 勾結美國 跟境外實力抵抖 所以裴洛西已經被逮捕了是嗎 當然 美國官方跟美國軍方不會去解救他對嗎 因為他們懼怕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實力 所以不敢去抵抖 所以說他被逮捕是剛好而已 裴洛西在哪裡被逮捕 裴洛西在你們台灣上 被你們台灣的警察逮捕了 那前幾天 去日本跟韓國的那一位是誰 可以看那是他 弄出來的 T3 那個美國和內褲裡面 很多的那些 麻煩電影的演員 都有T3 可以做特效 就像那個 旅居人 浩克 綠巨人浩克 他也是特效做出來的 我XXX的媽媽 他賣屁 裴洛西是綠巨人浩克 好OK沒問題 你說蔡英文已經投降了對嗎 就是他已經代表我們台灣投降了對嗎 是這樣嗎 是的 什麼時候的事情我怎麼不知道 就在幾天前 幾天前 蔡英文政府裡面很多人都已經暴擊中 我們去美國了他 之所以不告訴你是為了最後隔壁門 什麼就在讓你們 留在台灣 給他們的第一次歸 怎麼知道 可是你不是說台灣 你別人拍了 你別人說起來了 你怎麼知道 可是你不是說台灣已經統一了 那蔡英文現在人在哪裡 這個就 不好說了 有可能已經在美國了 不是啊 你說蔡英文已經就是跟你們投降了 你是說前幾天還是過幾天 蔡英文要去跟你們中國 簽署那個投降協議 是什麼時候 已經簽了嗎 已經全部要投降了 只不過再過幾天是正式交接 那正式交接的時候 蔡英文會跟你們交接對嗎 應該是的 那他怎麼會在美國呢 他覺得美國是為了趕緊逃跑 是為了投往 不是 你說他過幾天要交接 那交接你說他會出席 那他既然出席了 他要怎麼去美國 就是有時候 XX的 你不要再跟我講 是遊戲了 編故事是可以的 但是你編故事要合情合理 然後那個時間線也不能錯亂 你知道嗎 所以 台灣已經統一了嘛 對嗎 那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從哪裡可以 發現台灣已經統一了 你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在台灣我沒有看到啊 那是因為 你可能已經離開台灣 因為八九一大半有錢 那一天割不起來很糾纏 你沒有把你的房子留下來 留給我們大陸 國安來社會主義財貝 你偷偷地把錢撐到美國去 然後你可能呢 現在已經在美國澳洲了 所以你爸爸看不到了 我已經在美國了 所以我看不到了 對嗎 你有沒有已經離開台灣 你偷偷自己心理罪情 有的時候跟我說吧 你給我聽好 如果台灣沒同意之後 要對你們太獨粉絲再教育 盧家思想 低子貴 每個人每天都要唱紅歌 而且要背盧家思想 低子貴 還有那個高家法家 某家 全部都要背 每天都要背 還要唱紅歌 社會主義好 共產黨萬歲 共產黨好 你們都要唱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 新中國還有 中國的各種紅歌 你都要唱 我也要唱嗎 你們所有人都要戴紅鱗金 每天都要戴 他們洗澡水澡的時候 爺爺可以給我戴著 你們要是沒有戴就罰款 拘留 判刑 你們所有人都給我戴黃鱗金 我也要嗎 我也要嗎 你也要戴 你不是說我在美國了嗎 你就算人在美國 你只要身體裡面有 韓族人的一滴血 一滴 必須是專化民族 所以你就算人在美國 你也必須給我戴黃鱗金 一滴喔 只要有一滴 漢族人就是 就是中共 就是共產黨就對了 所以漢族已經等於共產黨了 56個民族 只要所有 整個總化民族 56個民族 你的體內 只要有一滴總化民族的血 你就必須給我戴黃鱗金 那我問你喔 所謂的56個民族裡面有蒙古 有蒙古族 有朝鮮族 還有俄羅斯的一些少數民族 還有那些施拉夫的民族 還有哈薩克啦 哈薩克族 還有那個維吾爾族 當然土耳其那邊也有維吾爾族 所以 俄羅斯 土耳其 哈薩克 還有中東的一些國家 包括北韓跟南韓 都要戴紅鱗金 對嗎 你不要再給我家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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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不要再給我家 你們 就是沒有過過窮户子 你們應該去吃苦 每些996月收入兩千塊 就應該吃苦 不應該下苦 為什麼讓你們過那麼好的生活 全部都讓你們去吃苦 你們台灣人就是過太好 你們給我過來吃苦 你們台灣人就是過太好 你知道嗎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應該跟一個比較窮的國家統一 對嗎 你他媽給我好好的去背一背 第四位還有中小人一團 都沒的 趕緊給我去背 儒家思想教育 好啦 那我想請問你就是說 統一台灣之後 你們你們全體給我穿憨服 跟女的要穿旗袍 知道了沒有 其實 漢服跟旗袍是有一點衝突的 你知道嗎 因為旗袍是那個 滿洲國的 啊 當初滿洲國也是殺了你們這些穿漢服的人 揚州十日家定山土 所以其實 這是你在把它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 對 所以你在把它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 會覺得非常的奇怪 你知道嗎 非常的好笑 那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我也可以覺得日本的和服 也是你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畢竟他是從大唐那邊過去的啊 對嗎 所以日本的和服也是你們唐服的一種啊 不用在那邊講那個五四三啦 好嗎 我們直接聊一個 聊一點重點 你是從哪裡的新聞看到台灣已經被統一了啊 在披薩上 抖影上 微博上有一些片子 短子 佩洛西的飛機爆炸的視頻 好啦那 呃 就是說台灣統一之後 對於你本身 有一些什麼福利跟幫助嗎 我告訴你 我只是打海裡的一滴水 國家強大 我才能有自由 只要國家民族 為大 你不可以只是為了一點點 利益 為了一點點錢 去阻礙這個民族打益 如果你們敢阻礙就把你們全部都 全部都殺光 因為你們不配做中國人 你給我聽好了 如果你要敢反抖 的話 各啥無論 我還在這裡呢 啊對啦 我XX 我可以再出了 你趕緊給我掛紅領金屑 台灣被你們打下來之後啊 你們每個中國人 尤其是你 黨會不會分配一些 土地給你 或是分配一些我們的一些財產給你 會不會 有可能會 那你什麼時候來台灣 你來台灣應該是不用錢吧 對吧 XX 我告訴你 我們中國的 中華巫術 不是你們之間的配套 我們光好中華巫術 就可以打包你們這把台的房子 蛇拳嗎 你要用什麼武術 小屎 XX 你不要再給我講 快使用動法飛彈 XX 快使用動法飛彈 XX XX 西蘇西 一人 這物體 是誰來電腦機 攻城 射擊 讓我從台灣 XX 咖啦 發發就 XX XX 你在唱周杰倫的雙捷棍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東風飛彈射出去的時候 會有 XX的聲音是不是 XX 因為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機體意思 它射出去之後 就會有 XXX 不同台灣的聲音 XX 所以前幾天你們射了11顆 11顆東風飛彈 然後每一顆都 XXX XX 然後爆炸的聲音也是XXX 是不是 XX XXX 不要再給我笑了 下一個只有抓的是你 XXX 他們也會武功啊 有一個會蛇拳 然後有一個會諸家拳法 有一個會避邪剑法 你的武功有比他們厲害嗎 XXXX 別人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產線是 你看跟我差不多 其他人肯定沒有我厲害 這壁邪剑法跟你的東風飛彈功力差不多 是不是 XXX 所以它是一種刀法還是劍法是嗎 如果使用的是刀那種打刀或者是那種種種的刀 一槓克樓的原因就是說有了一槓克樓 目前會有金剛套法助攻養氣 如果使用的是劍斷劍或者是那種比較輕的武器 它主要的是一種陰法是一種一樓克高 是一種相對來說比較陰的一種劍法 它可以使出錢沒辦法的招式 所以你是可陰可陽的人所以你是陰陽人對吧 就是祝賀你練成這個東風聚合 東風聚合掌好不好 有空的話去弄那個 東風聚合掌還有一招叫做毒分劍器 只要揮一下那個劍器卡出來 就可以千里許八重人頭 你現在可以揮刀嗎 所以我現在應該要配合你頭斷掉還是怎麼樣 這樣啊我頭斷掉了 你贏了這樣啊 大嬌我剛才的劍器離你頭只剩下一厘米的地方飛過去 沒有真的喊到你 我是為了給你一個教訓 你只好沒有 所以我雜事不殺你 因為你要等到祖國未來來審判 所以說的話 我這次是可以給你一個教訓 撿氣飛過去了 因為速度太快 連你直接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在諷刺自己解放軍的飛彈 飛越大氣層 好啦下次有機會再請你上來這個報效祖國啦 再見 那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 不忘記一定要幫我捧手 SPAI的SPAI 再見啦 拜拜